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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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室内不能超过五个 室外不能超过十个 这个是 现在在台湾 台北市跟新北市 这两个城市 疫情 目前在台湾地区 是最严重的 因此现在到商店 也都要戴口罩 要填写姓名 现在的防疫 就是不能群聚 所以这个市政府 也规定 不能有群聚的活动 没有事情 就不要到外面去 所以现在这个 车辆 人潮在市区里面减少很多 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娱乐场所 全部都要停止营业 全世界 现在也都是 做这样的一个防疫 这次的疫情 是全球性的 所以每个国家地区 都必须做这些防疫的措施 那么这个防疫的措施 主要 就是隔离 隔离 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去年到今年 一年多了 不但还没有解除 反而 还在升高 还在增加 这个疫情给我们人类 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我们现在看到 报商杂志报导的 也就是政府规定的 这些隔离的措施 另外呢 就是发展疫苗 来对治这个病毒 我们从这些 防疫措施 让我们 进一步的 体会到 这个世界 受到严重的污染 过去我们 敬老和尚常讲 环境的污染 这个环境包括 水污染 空气污染 土壤的污染 这些都是污染 工业污染 等等的 我们人的身体 生理上受到污染 精神受到污染 心理受到污染 那么在物质环境 受到污染 现在全世界 环保意识抬头了 但是呢 全球的人类 还没有意识到 更严重的 精神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这个还没有意识到 所以在二十年前 家师敬老和尚就 常讲了 现在那个 环保的团体 要做环保 有没有什么效果呢 实在讲 效果很有限 为什么呢 这个环境的污染 物质的污染 身体的污染 它的 原因就是人的 精神污染 心理的污染 制造出来的 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 如果人心 不能改善 人心不能远离污染 那么不断地在制造污染 那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 实际上就是严重的污染 我们看这个地球 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根联还是佛在经上讲的 今天是佛诞节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诞生的 纪念日 那么佛诞生在这个世间 他对我们喜事 是什么 教导我们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远离污染的 我们静宗学会 这个静是清静 我们顾名思义 修清静心 我们念佛人 修清静心 目标就是求生净土 古代德讲 心静则土静 就是我们心清静了 我们感应就是净土 那反过来讲 心不清静 贪嗔痴慢 疑恶贱 这些烦恼 就心不清静了 那么心不清静 在身口 造作的就是十二页 就制造污染了 这个是 身口一三页都不散 心有贪嗔痴 这个 身口造 恶业 那么身心都受到严重污染 那么当然制造环境的污染 我在弥陀经 在无量寿经讲 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 是五酌恶事 结酌 敬酌 烦恼 众生酌 命酌 酌就是污染的意思 那现在这个五酌是 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 病毒的传染 都是人心不清静 制造出来的 那么人心不清静 制造出来 那么这个污染 那自己人 就是自食恶果 就是受这个苦果 这个苦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谓自作自受 验天游人没有用 如果不从心理 从这个根本改善 让心慢慢回归清静 这个病毒还是会持续地严重 包括其他的天灾人祸 水灾 旱灾 火灾 地震 风灾 粮食缺乏 这些都接踵而来 所以我们当前看到全球人类 只知道怎么去防疫 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染 这个就是 就身体方面的 你这个身不要去接触 你就不会被感染 那你要保护好自己 要用口罩 那么这个就是 污染现在那个 八大行业 这些娱乐场所 通通关掉 有很多不是很重要的一些 也都关了 主要 那些地方 污染特别严重 关起来 大家也不能出门 这个叫什么 叫隔离 隔离就是 你不要接触 就不会被传染 你一接触 你就被传染 传染你就没命了 这个是物质身体方面的 但是这个心理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大家没有意识到 他不知道说 这个身体的污染 物质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 是心理污染 精神污染 制造出来的 就是人类有贪嗔吃 慢 这些烦恼制造出来 这个制造污染的根源 没有转变过来 那一波病毒过去 一波灾难过去 那后续继续制造 那又有下一波的灾难 病毒 所以我们回想 03年SARS的病毒 那个时候 只有台湾 香港 大陆 其他国家还没有 而且时间不长 经过十几年 你看去年 今年 更严重 严重好几倍 你看时间 一年多了 不但没有解除 还在增长 而且现在还有 变种的病毒出现 为什么有变种的病毒 因为人心一直在变 一直在制造病毒 所以我们看到电视新闻 这些各国的领导人 他有没有 就人心 人 这种 所作所为 不好的方面 有没有去反省 去检讨 政策上 有没有哪个地方 错误的 不好的政策 去反省 检讨 而且可能他改正 没有 所以我们套一句 西方宗教讲的 这个是上帝惩罚式的 上帝在警示人类 不能继续造恶业 那么上帝 惩罚式人 式人还是没觉悟 还是怨天留人 还是继续造恶业 那后续的灾难 还是不断的会发生 这是必然的 你根本的原因 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 大家都要了解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提倡 中国传统文化 如是道三教的 圣贤经典教育 主要就是净化人心 净化人心 人心 没有贪生吃慢 那么这个 世界 就国泰民安 风调已顺 世界就太平了 大家才能过 安和热利的日子 如果人心不改变 那这个是达不到的 只是一个理想 那么我们 知道这个 有这个病毒 身体要去隔离 要远离 那现在全球人类 不知道啊 这个心理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要去隔离 要去远离 要去隔离 这个全球人类 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到隔离 身体的污染 那心理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不知道去隔离啊 那个病毒 是最严重的 是病毒的根源 就是精神的污染 跟心理的污染 那现在呢 科技发达 连小孩子两三岁 都有手机 他这么小就在 接受 这个手机的内容 手机的内容 大多数都是不好的 从小 他就学看手机 就受污染 心理的污染 那手机 都是教人家 杀到淫妄这些事情 这个很多啊 小孩子他没有 昏变的能力 他看啊 要学坏就很快了 从小就让薰习习 那你说他长大了 他怎么会学好呢 肯定是学不好的 你要改都很难改得过来 这个病毒啊 人类还没有觉悟到 要去隔离 要去戴口罩 只知道这个身体 要戴口罩 要隔离 不能勤去 不能那些 去那些有污染的地方 那么现在 整个世界的言论啊 都是挟持挟戒 不一经典 都是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求这些 都是严重的污染 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 大家在 一直在争 争什么 争名利 那真名利啊 带来的后果 就是灾难 争不到 就起称恨心 就 竞争 斗争 战争 你看现在 全世界不都这样吗 人与人 都在争 国与国都在争 这个不是很明显 人类制造出来的灾难吗 但是人类 有没有觉悟呢 大多数人 还是不觉悟 特别就是 国家的领导人 没有人觉悟 教育界的 这个各行各业 没有一个人觉悟 所以这个 问题始终存在 所以这个 佛制定这个 小圣的借力 我们看小神界 这个五界 八观灾界 沙弥界 比丘界 那小圣界呢 他是 禁止的 叫止持 禁止就是 隔离 你远离 远离明文立养 五亿六成 因为我们一接触 我们就起心动念 我们就受污染 受污染就造罪业 所以 这个借给你隔离 就是像现在戴口罩这样 远离 不要聚在一起 离远一点 你没有去接触到 你就不会 起心动念 就不会受到污染 去找罪业 小圣 所以小圣戒指 先隔离 所以古代 道场都 建在深山 在佛经讲 阿兰若 牛叫的声音都听不到 那是最好的 那是什么 你心 没有定功 没有定力 你一接触 你就受污染 所以要先隔离 那么如果你有定功 像大臣菩萨 他有定力 他可以出来接触 五亿六成 他不迷 他不会受到污染 对他没有影响 而且他还会帮助别人 离开污染 那个就可以出来接触 你没有那个功夫 你不能出来 你有定功 你有免利力 那你去接触病毒 你不会受感染 你本身的 有免利力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身体有免利力 你不受这个病毒的污染 感染 如果你这个免利力不够 那你肯定受到污染 是一定的 你还没有功夫 你没有定功 接触到明文立养 我们就迷 就受到污染 就照罪业 照罪业就要堕落 这个就是病毒 这个五亿六成明文立养 这个病毒 现在全世界人类 还没有去 意识到 这个病毒才是真正的病毒 所以我看到新闻报导 八大行业什么关起来 就想到佛的借力 为什么借这个 借这个 这个 今天佛诞节 那这个 这个跟大家讲 这些 佛啊 规定我们 你初学的人 你没有定功 什么地方你不能去 什么地方你可以去 因为不好的地方 你会受污染 如果大臣菩萨呢 他没有限制 因为他 他到地域也不受污染 那 对他来讲 都没有影响 他是度众生 所以发起菩萨书 甚至要经 也有讲 初夜菩萨 跟慧行菩萨修的 就不一样 慧行菩萨 他可以去度众生 接触这些五一六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因为他不受影响 而且他还就是影响众生 他要度众生 当然要接种 你初夜菩萨 你没功夫 你一去就被污染 就被病毒侵入了 法生费命就被毒死了 现在呢 大家只知道 这个身体死了 就很恐怖 那个法生费命被毒死 那才真正的恐怖 那是生生世世的 这个身体死了 四十九天又去投胎了 换你个身体了 但是法生费命呢 他生生世世跟着你 你到哪一生 哪一世才能回头呢 那个才是真正的恐怖啊 所以想一想 古人为什么 道场建在深山 就一些你没功夫的人 你就不能到都市来接触 你不能去接触明文立养 一接触你就被污染了 你就受到病毒的侵袭了 法生费命啊 也就被毒死了 那么今天佛誕节 我们虽然没有办佛洞 但是我们讲这些话呢 跟大家共同勉励 大家共同来学习 佛对我们的启示 佛在经典上讲的 都是叫我们远离污染 大家进步去看佛经 那么就可以理解 所以纪念佛誕节 不是只有一佛 一个形式 那是一个形式 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意义是洗澡啊 那你为什么要洗澡呢 身体脏了嘛 那衣服脏了也要洗衣服 那身体脏了也要洗澡啊 那衣服是什么意思 佛灌下去 我帮佛洗澡 佛还要洗完我们去洗嘛 是洗我们自己啦 我们现在讲人家洗脑啊 现在人都知道 什么洗脑洗脑 那各种学知学见 都在给人家洗脑 但是那个洗脑 那个水都是脏的啦 各式各样的脏水来给你洗 你越洗就越脏 那个也是洗脑 没错啊 你是原来没那么脏 被洗得更脏 那佛这个水是清净的水啊 你再脏的东西 如果用佛这个水啊 洗濁 购屋 显明 清白 不像我今天讲的 用这个佛的清净的水啊 来灌洗 你就恢复你自信 清净 光明 所以异佛要知道啊 借这个表法的形式 要把我们自己身心烦恼 冲洗掉 恢复到情境 恢复到自信 本来的面目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佛诞节快乐 回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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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